恒大歌舞团曾是恒大集团的亮丽名片 他们不仅摘得国家级赛事的桂冠 还频繁登上春晚舞台 引来阵阵喝彩 团长白珊珊更是备受瞩目 年薪超过900万 一曲独舞 令众的观众激动不已 但是恒大歌舞团为何如此神秘 曾经放下豪言要一睹青春的白珊珊 又将何去何从呢 2010年 恒大正争争日上 许家印创立了广州恒大民族歌舞团 在鼎盛时期 团能拥有200名歌舞演员 但招受标准严苛 由许家印亲自面试 要成为团员 不仅要有深厚的舞蹈技巧 还要具备传奇般的容貌 身材和学历 白珊珊 1989年出生 毕业于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她曾赢得第二十届中国模特之星 广东总决赛冠军 被许家印相中 成为恒大歌舞团团长 她的独舞能令任何见多识广的观众 激动不已 甚至包括马云 马云与许家印正式交往时 享受了恒大歌舞团的独家待遇 白珊珊的魅力令马云激情洋溢 这一切都彰显了白珊珊的功力和影响力 也展示了恒大的企业文化的吸引力 然而恒大歌舞团不对外表演 仅为特定受众提供独家待遇 恒大集团的高管 甚至许家印的合作伙伴 都享受到了这种独特的体验 如今恒大集团的动荡 许家印的命运终结 都令恒大歌舞团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他们的神秘生活和高收入 成为了众多人的猜测对象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 可以选择百度一下 恒大歌舞团获取更多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